Hello 大家好 又是华仔 私家家教學 很久沒拍過影片 今次想說一說的是 Pointer Pointer是私家家的概念 比較複雜的概念 所以在這裡我會用一集的時間 來講一些比較基本的概念 不如像普通一樣 建一個 Integer 在這裡看到Integer A等於沒有0 等於1,2,3 現在我們嘗試把Cout 看看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會問 其實我寫C++ 已經知道 當我把1,2,3 即是一個Variable A 我再Cout A 就拿到1,2,3 對 這是你已經用了很多次的概念 但現在 我想告訴你 其實電腦並不是看 1,2,3 亦不是看A 其實電腦在看A 它是把A 這個IntegerVariable 放入一個address 那裏 我現在展示這個圖 看看 即是說 現在我們有一個Variable Name叫做A 它的Variable就是1,2,3 其實原來 我們可以說 它的Variable Name是A 它的Variable是1,2,3 但其實它這裡 還有一個address 這個address 這個address 就是電腦 它會在 它的 電腦的 可能是硬件 或者是軟件 或者是 記憶裡面 去找回 咦? 究竟Variable A 它的Variable 是甚麼呢? 這裏可能說得很抽獎 不如我試一試 告訴你 我們怎樣可以得知 Variable A 的address 即是地址 是甚麼 現在我們有個A 是1,2,3 叫了A 但是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叫 不是A 我們叫 N A 這個N 是一個特別的符號 有N的時候 就告訴 電腦 我們現在想拿 A的地址 我們想拿 A的地址 即是甚麼意思呢? 我給你圖 即是說 如果CLA 我們想拿 A 的Variable 但如果我們 在做 NA 其實 我們想拿 這個位的數值 就是 address 這個位的數值 如果我現在 CLA 一次 你會發現 奇怪了 是亂碼 不是聯邁 這些 其實是 我所謂的 address 就是 你電腦把 integer A 寫在哪個位置 原來 integer A 寫在0085 FE68 你不需要抄下 這是一個 address 是電腦 自己找出來的 這裡只是寫出來 讓你容易看 原來 這個address 是0085 FE68 就是A 儲存的位置 即是 當我們找A 這個字 我們想知道A 的Variable 是甚麼時候 我們 就會 去找 我們想知道 這個Variable 是甚麼時候 我們 就會叫電腦 去找這個 address 找到A 然後 A 才會 Display Variable 所以 當我們找到 address 即這個N N A 我們便找到 這個 這樣 講完一大量 你就很奇怪了 這關Pointer 甚麼事 因為 如果我們不講 address 是講不到Pointer 其實甚麼是Pointer 其實現在我們說了 有個address 在這裡 平時我們打Code 我們都不會用到 address 對不對 我們基本上 不理這個address 然後我們就 做個A出來 CLA 很開心 就用Value 但 其實當我們 C++ 高階的技巧 其實我自己都很少用 這些技巧 但 當寫C++ 這個技巧 是一個非常厲害 就是C++專有的 超能力的技巧 所以 就是這個Pointer 當我們用到Pointer 時 我們是需要理會到 這個address 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裡 我們就首先講一下 address 講完之後 現在我們真的去講一下 什麼Pointer 那 講Pointer 當然我們就要講一下 如何去定義一個Pointer 我們現在有個integer的A 當然我們想先寫IT 就是好像integer 但是 因為我們要 accessinteger的Pointer 但是當我們想寫一個Pointer 我們 當我們想寫一個Pointer 當我們想寫一個Pointer 那時候 我們就會寫integer 星星B integer 星星B 那integer 星星B 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一個Pointer 就是說 現在 integer A integer A 是 normal integer 而如果 它加星星 下去 就是 這個integer 加星星 下去 那時候 這個其實是一個 integer 星B B 是 integer pointer integer integer pointer 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 一個Pointer 有星星和沒有星星是相差很遠的 正如有五星和五星 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 有個B 不如我們不要叫它B 我們叫它Pointer 因為我們今次用Pointer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 比較明白 這個 就叫做A的Pointer 我用簡寫Ptr A的Ptr 對了 現在我們有個A的Ptr 是用來做什麼呢 Pointer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指著一些東西 指著一些東西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可以指著 我們原本integer的 那個address 那個位置 我搜圖給大家看 就是 我們這個 0085 FE 600 這個東西 我們想知道 這個東西是什麼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 一個Pointer 去指著它 那 你不要理它 為什麼我們這樣指著它 因為之後才會用到 但是現在 現在我們就要寫一個東西 就是指著它 那怎樣指著它 那 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開了一個 Integer星星的Pointer 就是A Pointer 之後 我們就寫 記得剛才我剛才說到 NA就是A的address 就是A的地址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橙色圈子 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想怎樣呢 A Pointer 就是指著 那個address 所以我們就想把 A Pointer 是等於 NA 對 A Pointer 等於NA 好 那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A Pointer 等於NA 剛才我們 如果我們 弄一個NA出來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我弄一個NA的時候 我限時出來 就變成0094FCA 對 那address是不停地變的 因為它會儲存在不同地方 但是 上次的address 我用上次的 0085F168 即它說存在一個地方 但如果現在我們用 A Pointer 那時候 我用A Pointer 你就會發現 但其實 我這樣寫法 應該會比較容易 我把兩個 拿出來 Compare 那這個 就是NA 對了 這個是NA 然後呢 然後 另外一個 就是A Pointer 剛才剛才看到 為何 address會不停地轉 就是因為 因為 C++每看完一次之後 他都會 就是 address 地址 會不停地轉 對了 因為 因為 電腦是會 存在不同地方 所以 對了 好了 我們現在說完了 這裡就是Display 你會發現 原來 NA 是0066FD24 一個新的address 而 A Pointer 亦都是0066FD24 對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 A Pointer 是指著了 NA的位置 即是說 NA在這裡 A Pointer 指著了 NA 其實就是 A的address 指著了 123 數字 address 是的 123 所以 我會再用圖 解釋多一次 現在我們有個Pointer A 就叫做 A 就叫做 aptr 我放大一點點 A aptr aptr 是我們的名字 這是一個Pointer 然後 它的Value 是什麼呢 它的Value 呢 其實它的Value 暫時我們不需要先理它 它的Value 其實就是 不是不需要理它 這個是要理的 它的Value 其實就是 跟A的address一樣 就是0085F268 即是說 其實 在這個Case A的Value 是1323 而它的address是0085F268 的時候 A的Pointer 的Value 就是0085F268 即是說 A的Pointer 的值是0085F268 你們記不記得 如果 我們在COA的時候 我們正在COA的數值 即是說 我們將 123 CO出來 當我們COA的Pointer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們拿著 0085F268 這個Value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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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我們是拿著 A的address 因為 其實這一個 這兩個 這兩個 就是剛剛是雙等 剛剛是雙等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其實 這個就是Pointer 就是我們那個Pointer的Value 就是等於 另外一個 這個 address 對 所以 當我們這樣做法的時候 這樣 我們就可以拿到 它的Pointer 出來 而 我們可以拿到 Pointer 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些 別的事情 可以做 我看到還有一些 小時間 不如還說一下 其實A的Pointer 我們現在有 有A的Pointer 有它的address 那 我們可以用Pointer 來做什麼呢 原來其實我們 可以用Pointer 去叫回 這個 去叫回那個數值 是什麼 就是說 就是說 如果我們寫 aptr 星星的時候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說 星星APR 我們寫 星星APR 的時候 這些字 你們 其實 要記住它 沒有特別解釋 可以解釋到的 但是 星星APR 的意思 就是 我們 首先 由這個數值 它的value 指到它的address 那裡 但我們不是想要它的address 我們是想要這個pointer 想要拿回 Variable Name A 這個數值 就是這個1,2,3 所以我們如果剛才適合 我們用這個aptr 星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 不如我再cout 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本身A的value 是1,2,3 然後 A的address 就是0082FE84 這個就不要緊 這個就是address 反而 其實A的pointer 我們就這樣叫做 A的pointer 不用叫做 and 我們就可以找到 0082FE68 因為A的pointer 已經等於 A的address 它已經指著 A的address 然後 如果我們想 用A的pointer 拿回真正的數值 那時候 我們就需要在 A的pointer 前面再加一個星星 所有東西都是在前面加 前面加一個 and 前面加一個星星 就說 我們要 我們指著 Value 要我們指著 Variable Value 我們要這個東西 出來 對 你要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拿回 這個 A出來 對 對 所以在這裡 你會發現 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 我在這裡 你會發現 aptr na 其實是等於aptr 因為 A的pointer 其實是指著 A的address 我這些 不停重複 希望你明白 而 如果你想拿回 A的數值 那時候 我們就用指著 aptr 對 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有個星星的aptr 我們就可以拿回 A的數值 但如果你想要定義 aptr 首先 首先 一開始 定義 它的數值 就是 一個 一個 A的address 就是aptr 的Value 就等於它的address 而 A的Value 就可以由 aptr 的星星 可以拿到 這個 就是 就是 pointer 裡面最 最基本的 就是說 其實 如果你看到 pattern 就是 當我們每一次 有一個address 在前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想 由 這裡 downgrade 到這邊 但當我們升 我們就想 從這邊 上升 到這裡 看到嗎? A的pointer 指著 這個 A的pointer A的pointer 在這個位置 這個值 所以 如果我們加上星星 在這裡 它就會指著 1,2,3 這個數值 在這裡 對 對 對 所以 這裡 大概是 這個 就是 一個pointer 的introduction 看看 有什麼 漏了 對 對 對 就 大概 這樣 先 因為 其實 有很多 很多 不同的 招數 可以使用pointer 才可以使用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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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我們很少會接觸到address 的東西 用pointer 就可以把address 拿出來 變成value 然後這個value 可以使用其他地方 然後就可以知道 其實它的address 在哪裡 所以其實 很厲害 說完之後 你更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在用pointer 其實我們只需要知道 星星就是拿回數值 你只需要看清楚 我們如果去 去前一個 星星就是去後一個 這樣的話 你就會容易明白 而pointer 其實它本身的位置 就是address 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如 說不說好 時間都差不多 不如再想多一點點 如果你說 A的address 是什麼 不如我們再示範 A的address 是什麼 其實A的address 沒有什麼特別的 A的address 收入A的pointer 的address 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 的address 本身的address 但其實原來 A的pointer 自己的address 是這個 是008 afad 是另外一個 本身的address 是這個 但是原來 A的pointer 自己的address 其實原來 A的pointer 自己的address 是否是 0087 ma d0 那 你不用理會 究竟真正的address 是什麼 至少是位置 即是說 其實這個address 其實就是 這個address 其實就是 A pointer 的address 即每個 每樣的 variable 都有自己的address 但是 我們拿 A的pointer 除了自己的address 之外 我們還要把 它的value 指出address 所以 其實 我們就是 這樣做 你可以再開 另一個pointer 例如 A的ptr A的ptr A的pointer 再去指住 這個數值 其實可以一直 loop下去 指著 指著 這個 我這裡不詳細說 但是 但是 開始 就是 這個pointer 的重要地方 就是 它可以不停地 指著 指著 然後 就可以做成 一連串 然後 那一連串 就可以做不同的 但是 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 所以 我也 不說太多 對了 這次pointer 我想 如果我做exercise 我自己也會亂 所以 我 希望 大家 試一下 我現在給你這個program 你試一下自己寫一次 記得 這個星星是貼著Integer 不是貼著Variable 就是說 不可以這樣 這裡 是不可以這樣 錯 是要這樣才對 而 這個 也不可以分開 這個是要貼著 我忘記是不可以 一定說 最好不要 要貼著 星星 星星和A 是很 對 星星和A PTR 是要貼在一起 才對 所以 就是這樣做 這次是非常複雜的概念 希望大家 可以了解多一點 清楚多一點 究竟 這個pointer 是甚麼東西 用的時候 就會 比較上手 這裡就說到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